Bong一生引爆 非加密领域的艺术家蔡国强正式入场 他用火药引爆创作NFD作品 瞬间的永恒 250万美金落锤 让NFD艺术再次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 万物皆可NFT 人人都是收藏家 口号越是响亮 越让我们怀疑 我们又要被割韭菜了 Stop 这些 这些 还有这些 它们真的是NFT艺术吗 我们今天要聊的 不是仅仅拍张照片 拍段视频 就转战NFT上的传统艺术 而是真NFT艺术 一个只属于未来数字世界的艺术生态 嘿 这里是丁Lab宇宙电台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NFT加密艺术 如今币圈的门槛已经被踏烂 挖矿 铸币 不再是炼金术师的专属技能 点点鼠标 你钱包里的真金白银就会被撸猫 拆盲盒 这些黑洞瞬间吸走 现实世界中我们上瘾的东西 币圈通通都不会错过 交易的艺术作品可以是一张JPG 一个GIF 一段NP4 鬼畜的 复古的 奇幻的 荒诞的 通通接受 它们都可以被称之为NFT 等等 什么是NFT Non-Fungible Token 非同质化代币 指的是一类具有唯一性的数字资产 可以简单粗暴地理解为 NFT是一张收据 你的收据会被上链记录 全网都能作证 是你拥有这个艺术品 NFT艺术的价值是什么呢 嗯 问一问Z时代的00后 更想去博物馆里人几人地看一张迷你油画 还是在屏幕上看4K高清图 它的价值在于未来 来 我们把时光轴调在2077 我们也许生活在了火星 这个世界已经没有纸媒 没有物理屏幕 也没有真人打工仔 我们不再执着于物理空间 人的流动和交互 睁眼 闭眼间 就足以完成 不过用来交易的商品也许 还是RMB 但不是这张猫爷爷 而是躺在VR屏里的一串代码 它可能是唯一记录艺术 有准艺术的东西 你进入虚拟世界的萌码 向你朋友展示着 哪一件是你的收藏 你相信这样的未来会到来吗 没有手工绘制 无需颜料叠加 也不纠结于细腻的笔触 数字艺术作品 或通过3D建模 或借由数字生成 制作出每一张都独一无二的作品 用无法想象的组合 突破物理限制 用视觉 声音 用全息投影 用沉寂感受 描绘我们的未来世界 想象一下 你辛辛苦苦地创作了一张数字艺术JPEG大作 不管你为它打上了多厚的水印 放到社交媒体 你都无法避免它被别人抄袭 盗用 用完竟然还不给你钱 在此基础上 NFT赋予了他们绝对真实的唯一性 鼓励更多人加入数字艺术创作的浪潮里 盘点一下最具有代表性的NFT艺术 Beeple的Everyday is the first five thousand days 大悲宇宙的虚拟蝴蝶 AsyncArt的First Supper CryptoPunks的系列头像 当这些艺术作品以公开的形式 一起暴露在大众视野 赤裸地接受公众的目光和价格的较艳 无论NFT本身是不是一个巨大泡沫 它都把我们的目光 具体在数字艺术这个新领域 或许你不理解的这种数字生成和马赛克色快 恰恰就是这个虚拟的 计算的 数字的未来世界最好的描绘 好了 这期视频到此结束 如果你对艺术设计又多了一些理解 记得关注DingLab宇宙电台 点赞收藏 下一个视频与你继续分享 拜拜